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国民革命军有东路军克服福州 同时也是福建省的临时党部筹备 差不多完成了工作 但是在这个筹备的人里面有两个是共产党的 当大家分工的时候 在共产党占了五个部 当时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何玉书 就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 因为这样共产党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那时未去到彻底反面 但是是反面的前奏 共产党亦都察觉到这个情况 于是就造谣中伤丁超五和林瑶佳 这两个国民党人 四个人是什么呢 我们刚才说的 两个共产党 两个国民党 国民党的两个就是丁超五和林瑶佳 丁超五就是挂个秘书处的虚咸 派他来重新组织福建省党部 他就被人排擠到回到武汉 那时候南京还未成为国民政府的 所谓的电刀在国民政府 那时候还未有过南京政权 就回到武汉 现在我们讲的是民国十五年 相差是几个月时间 和这个全面清党 而丁超五和林瑶佳 两个人都被排擠了 被武汉中央免除了筹备员的职务 而省党部的筹备处主任 就由左傾的大任做代理 另外马适才李培棟 仍然是挟持这个省党部 大量派遣共产党徒 去到福建省其他国院去活动 另一方面 福建的国民党员 反共力量也非常红厚 福建的反共势力 主要是来自三个部分 第一 就是这个国民党的老同志 是王转云所主持的独立厅同志社 和宋渊源组织的参谋团 另一个就是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何玉书 和冷音所领导的 以宋文主义学会分子为基幹的青年奋进社 和王部同学会福建支会 这是第二个反共的力量 第三个反共的力量就是 福建反共青年同志所自动组成的团体 例如这个国民党青年俱乐部 还有一个叫征社等等 另外呢 就有女权运动大同盟 这些妇女界的反共先驱 都是在福建的 而这个东路军的总指挥何应音将军 对于共党的阴谋 亦都妥为防制 例如不准组织工会的狗策队 和龙民持维军 就是不让他有武装的力量 所以虽然当时的福建省党部 在武汉的中央 即是武汉的国民党中央 即是在南京国民党 未成立南京的国民政府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武汉的中央主持 但是当时北伐军的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音 对共产党妥为防制 但是我东路军已经来了福州 即是北伐的军事力量已经来到福建 进占了福州 那当然是我主持 当然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在武汉 不让共产党的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 有武装的力量 这就对福建这些反共的力量 就制造了一些比较有利的环境 所以我们讲环境 我们讲福建清党的部分 先要讲讲前面 在清党之前的形势 但是又是有一个同样的特色 就是你有这个国民革命军 东路军做这个基础 你共产党虽然有一些工人组织 农民组织可能有一些武装的力量 但是面对着这些所谓东路军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不是 那就是 刚才讲这个丁超五 在这个民国十六年的年头 即是二月份 就是相隔这个 距离这个所谓福建的全面清党 都是两个月的时间 不道 那他就被逼去了武汉 那两个共产党人 就完全控制这个省党部 全力抗担这个共产党的势力 那就搞很多事情 跟着搞那些 就是院的党部 那全部 就是找人去各省下面的国院 即是福建省下面的国院 去筹备共产党所支持的院党部 也都设立了一个党政训练所 那由这些共产分子 就做教员去灌输这个共产意识 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反共的团体也都发动 就是请愿 就要求去撤换这些福建省党部的共党分子 那双方的冲突就升级了 那到了这个民国十六年 就是1927年的3月4日 马息财这些共产分子 就召集联席会议的时候 反共那些福州人力车工会工人 全往请愿 但是这个马息财 就通知福州的卫庶司令 张晶就派兵驱散 反共工人当然就非常愤慨 那么商民协会和青年团体 也都激于预分 就商约在3月8日 罢工罢市同时 发动向这个三路军 总指挥部和福建 临时政治会议请愿 就要求停止这个 这个马息财李培同 这个省党部筹备员的职权 是吧 查办这个福建的民国日报 总编辑 并且取消民众运动委员会 这个三路军总指挥谭柱卿 就以事关党部不愿过问 临时政治会议的代主席方星图 在听取这些 就是请愿代表冷音 林寿昌这些人意见之后 就决定接受他们的请愿 下令就停止这个 这个马息财李培同的职权 取消民众运动统一委员会 这些阻派的组织 这个又是要靠 军队又要靠军人 这个就是 如果你没有那个军事力量做后统 你这个所谓临时政治会议的代主席 那你怎么可以做这个呢 马息财李培同 拒绝接受这个方星图的命令 接着还要在3月9日 就举行拥护党权大会 很好笑的 拥护什么党权呢 拥护国民党当权 就是共产党 那你一定要借这个国民党的穴 来做这个 你筹备的是福建省党部 是吧 在这个3月10日 就发动 就向这个 谭柱卿去请愿 这个是三路军总指挥 拥有军事力量的 因为他说 你这些是党务来的 我不管 那时候他三路军的总指挥 在福建 他说我不管这些东西 你自己搞定 但是呢 这个马适才李梅 和两个共产党 就向这个谭柱卿请愿 以及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发表传单宣言 就诋毁这个方星图 这个临时政治会议的代表 代主席方星图 说他不明党义 这些反共青年工人和商民 亦都举行一些反共示威 双方有爆发冲突 甚至乎有户口 最后呢 这个 维术司令部就宣布戒严 那个冲突 就是这个 武装冲突才会平息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后 这些反共团体就更加积极 福州总工会就召集 第二次代表大会排除共党分子 就发出版一个叫做工人日刊 就用来做宣传的基地 駁斥共产党的言论 而各地的农民呢 又响应这个反共运动 到了3月19日 黄埔同学会 福州的分会就成立 这个反共的力量就开始壮大了 很多4月4日 福州各界呢 在这个南教场 就举行拥护总司令 长总司令护党大会 决以拥护长总司令 领导国民革命军完成不法 要求驱逐爆罗庭 承办这个徐谦邓演达谭平山 国院党部的筹备员和执行委员 就不得以夸党分子充任 承办破坏福建党务的大任马色彩 李培彤、潘谷刚、徐心等人 这个王展宏、李文斌、林秀昌、謝秀秋、李廷仓、张保卫、张宣和、宋庭玉等 就重新改组福建省港部筹备处 就由这个王展宏担任主任 李文斌就做组织 林秀昌就负责这个宣传 謝秀秋就做工人 负责工人部 李廷仓就农民部 张保卫就妇女部 张宣和就商民部 宋庭玉就青年部 在4月7日就正式宣告成立 在4月19日就通电 就声讨这个暴罗亭、汪少明 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当这个福州 或者福州 这些反共的力量 福建的反共力量 已经成为气候了 于是就举行一个 擁护掌总司令护党大会 内容呢 刚才我说过 基本上不仅是清缴福建的共产党党党党 国院党部、省党部里面 所有的职位都不能给共产党党党党党 还要声讨武汉政权 声讨这个暴罗亭 国民党顾问我 武汉政权的幕后插劫人 汪少明 这个电文呢 就是 值得在这里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由这里 你看到 整个反共的力量 主题是什么呢 清党的主题是什么呢 大家已经不是整个政见上的不同 已经是将这个共产党 武汉政权是一个所谓的 敌对的政权 反动的力量 这个已经不是人民的内部矛盾 而是敌我矛盾 将汪少明的武汉政权 当成敌 这个敌我矛盾 这个是福州各界 那个拥护长司令 的护党大会 其实这些所谓的护党大会 由民众发起的 幕后一定是国民党 而这个国民党 就是 蔣介石可以操控的国民党 是不是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请不吝点asia 请不吝点赞 听到 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